有些恐怖電影上映時,會標榜有觀眾被嚇到暈倒送丸。 小說《惡搞言雜刑》都有類似的紀錄。 據說作者,赫克·柏拉尼克在巡迴朗讀短篇故事《長子》時, 就累積了73個聽眾聽到暈倒。 雖然有這麼驚人的紀錄, 但《惡搞言雜刑》並不是柏拉尼克最有名的作品。 若說到他另一本被改編成電影《搏擊會》的書, 大家應該會更加有印象。 不知道他是不是對這種地下俱樂部特別鍾情。 《惡搞言雜刑》說的, 就是一班怪人參加了一個作家言雜刑, 被困在一幢荒廢的戲院裡面寫作的故事。 第一篇故事,就是開手提到的《長子》。 主角是化名為聲無常的人。 他之所以沒有腸, 是因為十三歲那年, 尋找一種奇特的自讀方式, 就是在游泳池利用循環馬達製造快感。 結果那些腸被扯出來。 雖然詐聽之下極其噁心, 但作者在各個悟人聽聞的故事背後, 只是為了帶出尖黑的社會批判。 例如在《鬥誇鬥臭》一篇, 《講述變性人》加入了只是容許女性參加的團體。 但女人將自己過去在男性身上遭受過的壓迫, 施加到對方身上, 變成一種性別暴力的惡性循環。 而在《產品地位》一篇, 全心全意做菜的廚師, 因為被所謂的美食評論家隨意批評, 所以用某刀具公司的刀, 解決了他們。 之後再寫信給那家公司要求掩口費, 否則他們的刀具, 以後就會跟殺人案掛鉤。 帶出那些會做的人就做, 那些不會做的人就罵的寓意。 就像搏擊會那句經典對白那樣, 搏擊會第一條規則是, 你不可以談及搏擊會, 要體驗惡搞研習營的恐怖、滑稽和震撼, 你只能親身打開這本書, 加入研習營。 我可以說的只有這麼多。